我的外号叫玉剪梅 我现在要来在田里面拍一个秋季月季修剪的一个视频 如果说你想要国庆节再开一轮的话怎么样做呢 月季的话它其实是自我有选择 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修剪月季不可以重剪 就是除开冬季以外其他季节均不可以重剪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它实际上自己能够找到它发花芽和开花的位置 所以就在这个花下面剪去两片叶子就可以了 修剪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个晴天或者是阴天来修剪 修剪月季的剪刀一定要提前用打火机烧 让它彻底的消毒 就这样修剪就基本上可以了 第二步的话底部往上看 你就这样看得到这一只就是莽子 看到没有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那我就顺着这样子就把这里的剪掉 这一只剪掉 这一只顶部往上有点黑的剪掉 要保持整个植株的清爽 芒芝主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光照而产生的 就算是我们全日照的情况之下 它自己的叶子和自己的枝条也会挡光 所以这是一个较为正常的事情 梳理就可以了 然后剪去了芒芝之后 那我们还要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有并斑的叶片 那有并斑的我们也要跟它摘除 这个样子是修剪的第一个步骤完成了 那很多人的花有家里面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可能还会更残一点 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剪得清 如果已经全面光耿 顶部还在开花的话 你要把它的花包和花掐掉 别让它开 让它把叶子发出来 芽发出来 一定要有叶片和芽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这样子修剪了之后 然后把这些里面有青苔的有叶子的把它撬出来 撬掉了之后就用我们海地的花园的通用型配方土 就是我的栽种土 然后把它盖上去 加土等于加新营养 所以要加土加饱满一点 然后一定要对你的环境进行一次消杀 花盆恢复过去之后 盆与盆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间隙 让它能够有生长和蓬勃的一个空间 接下来就要用花卉型和通用型的肥 一个星期用一次 交去用 你在国庭期间就跟我们一起共赏一片北国华海 大概我就讲清楚了 关谈嘛 对 中华 拜拜